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項快報 今天6月1日,2019年12月9日 這條件是紐西蘭的熱德台洋 還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還有在台灣的許樓山 大家好 大家好,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給個like,可以share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按個鈴鐺的鈴鐺 新節目通知你,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現在我們繼續回 這個就是疑問的話題 都不算是疑問的了,那些是著草 著草,走路 其實今天在台灣也有一宗新聞 新聞報道都說了整個上午下午 就說了,紐約時報在8日報道了一篇 原來有200多個 香港所謂的反送中的示威者 透過一些秘密的方式來到台灣 有些人說自己接受到有人的捐款賺助給他們 有些人說賺了坐飛機,有些人每天就給他們一萬元 大概一萬元美金,七萬多港幣 就搭乘船 搭乘船,搭乘船才能搭乘船呢 一天,一天左右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你坐飛機一個小時,坐船大概一天 因為漁船不知道什麼速度 之前我們也說過,如果陳同佳 他自己想去台灣自首,其實是可以坐那些漁船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這傢伙當然,他搞了這麼大的壇事出來 他自己是沒有心自首啦 到今時今日都 當然沒有啦,吃魚生的有,魚船就不會了 一萬元美金,如果要大家眾籌給陳同佳過去 其實都相當之快的,是吧 應該很快爆錶 看誰開口 看誰開口 不就經常跟陳同佳出來的牧師 那個什麼? 管浩明 管浩明,但又不管是陳同佳,現在是怎樣的 不過不要緊,我們說回這一單 就說,之前有一個女性的反政府的示威者 就扔了汽油彈之後 還有兩個朋友都被香港警方逮捕了 就是他扔了汽油彈,但是兩個朋友被人逮捕了 他自己就沒有 很擔心之後就輪到他了 他就嘗試上網,在群組裡求救 之後真的有人幫他 就說,賺了一點點錢,就乘飛機來台灣 他說來到台灣的時候,就是為了逃避香港的法律 所以就可以暫時,我想他們應該都想預期居留 其實就有個牧師就說,那些法門人士就說 其實現在呢,叫做這個香港的反送中市威業 有200多人這樣潛逃了過來 甚至乎幾個星期前,新鮮滾熱辣 那些在中大和理大所謂有些網台叫做衛星群 有些人就這樣走過來 有些人都說得挺好笑的 有些人就說,我訂了一塊磚了 這樣也有機會要坐十年 所以他就覺得對於香港的司法就失去了信心 所以就走了過來 我訂了一塊磚了,你有參與暴動就對了 有些人在暴動現場的都可以 你不需要訂磚也可以告你暴動的 扔了一塊磚,可能只是扔了一塊磚而已 扔了一塊磚了,很嚴重的 其實扔任何東西都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高空窄物,其實是很恐怖的 他們那些人都沒有了良知 拿個垃圾桶扔到警察那裡 試過幾宗吧,我們在直播都看得到 警察因為有全裝備所以沒事而已 如果警察除了頭盔休息一下 就是夏天的時候,頭都爆了 其實現在香港這麼久都沒有死人 其實是幸運的,只死了一個人 其實死了一個人也是算幸運的 如果是這樣的暴動來講 應該死了很多人 但是香港也是算夠運的一個地方 只可以說 是,很嚴重的 所以有些同情這些暴徒 這些疑犯也好,什麼暴徒也好 原來有些人是秘密支援這些人的到暴 他們已經開始有自己的網絡了 但是這個網絡已經被紐約時報的記者知道了 大家覺得台灣政府有沒有理由不知道呢 是吧 這個打到出名了 這個叫做台灣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那些牧師王春生就說,這些是意料中事 他說香港那方面會協調這些示威者 怎麼出來這裡的計劃 安排了這個教會的住宿給他們 協助他們安排台灣當地的律師 或者是醫師 或者是支援團體 甚至乎學校 最搞笑的就是 我這個 不知道這個牧師是否因為他限了人次 他竟然說回 最重要是一個女的示威者 自稱被這個港警性侵 搭船偷渡來到台灣的時候 之後再做這個墮胎手術 哇,這麼誇張 故意搭船來到台灣做墮胎手術 會不會誇張那些呢 這個 這個挺超現實的 誇啊 真的從來沒聽過 有香港人會是 有了B要去台灣落仔的 偷渡去香港人 去深圳落仔聽得多 還要偷渡去台灣 哈哈哈哈 真的有什麼意思 超現實的 這個故事作得 太過 要零分重作 這個故事我覺得要 是的 不是吹那麼大 是的 然後這些呢 更誇張 有些就說自己斷了骨的 有些 有去台灣看電打 偷渡順便過去看醫生 哈哈哈哈 傻傻地 如果你骨有骨有事 那就找一間醫館看看 不想去醫院的話 是不是 或者診所都應該都可以幫得到的 是吧 應該 應該可能找些 很多黃醫生 香港 怕什麼 就是骨折腳 打石膏 最多都是 好像那些什麼 什麼星層 什麼星屈醫生 那些 那些不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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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歲的男孩 14歲 就向這個警方扔個汽油彈 這個 這個 14歲的男孩 媽媽 就打電話給這個 黃春生牧師 就說 可不可以送他過來 送他過來 就幫他找些監護人幫幫忙 那些 那些 這個牧師就說 哇 這個 這個行動 令他想起 六四年 六四事件之後 意見人士的黃掌行動 會不會高估了這幫暴徒 大家怎麼看 對於這幫暴徒 是否高估了他們 還是黃掌行動 黃絲行動 黃絲行動多些 黃絲 試看個絲 喂 你一個14歲 沒有都還沒出齊 就扔汽油彈 扔汽油彈 好了 扔汽油彈 你做媽媽的 還要幫兒子穿草 你怎麼這麼瘋 為什麼你媽媽不自己去扔汽油彈 要找兒子去扔 即不早就教好兒子呢 或者怎樣 即 即 很難的 但我唯一辯一辯護 即可能 即 但我有時 即他十幾歲 他很反叛的 你都說不到 他究竟是不是 即自己的意願來的 即可能被人老點了 這樣 那父母都不同意的 可能 在這個情況 我其實不知道父母是否不同意 那如果父母不同意的 也都不想那個小孩 即他一輩子 就 怎麼說 沒有了前途 那他走路 都是 我不贊同他的做法 但 即想到這條路呢 都是正常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沒有人想自己的子女 有事 那 當然 最好的做法 當然是阻止他們 不讓他們參加這些行動 還有 解釋給他們聽 扔汽油彈 是要負很嚴重的 法律責任 那 但是他沒有做到 那 即他沒有做到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了 這件事情 我覺得 又或者 這個小孩看得太多 那些 例如肥佬黎那些 抗暴之戰 又說 好像梁家傑的Facebook 又說什麼正邪 等於說 律師跟我說 那邊是邪惡的 我是正義的 為什麼要抓我們 又說什麼打壓 又說什麼 又說我們圍城戰 很光榮的 榮光 很光榮的 走路 有些網台就說 香港實在太小 那位大律師 就說 香港實在太小了 我們要把一個 擴充的領域 要擴充得遠一點 給大家一點點退路 緩衝 但是這個緩衝是非法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位大律師 是教人做一些非法的事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安排一些人說 要來台灣 這個就不得而知 我覺得說完這些說話 就很不負責任 想起都很生氣 很生氣 那麼多這些人被迫 以為自己真的在參與一場很正義的做法 但是其實實際上是自己犧牲了自己的前途 但是那些人還可以繼續自己在說風涼話 這些是令人覺得很生氣 還跟我們說這些是一場革命 又是怎麼樣 還說都快會贏 我不明白怎麼快會贏 社長都說過 我告訴你為什麼會贏 我告訴你為什麼他們快會贏 他們那幫人 要賺錢的人已經贏了 你看何詩詩 何詩詩已經贏了 有幾億兩億等著他到處沒有 現在都不知道那些錢會怎麼花 那些基金 我們昨天拍了一張圖 何詩詩又肥了 又是雙下牌 吃住了 很簡單 好吃好住 應該是重稱你 有可能 我沒有他那麼好吃 我沒有一億幾 他的雙下牌還很厲害 何詩詩 還有昨天看到 台陽中可以給大家看看 陳日君抱著一個籌款商 是不是他們已經贏了 真情流露 陳日君那張照片 我真的深受感動 因為很多捐錢給教會 那些叫什麼 順土宴 奉獻 奉獻是給何韻詩的 大家看看 守護公義基金 賠滿賠滿陳日君 他變成這個 AMP 他一把年多 抱著這麼多錢做什麼 就是聞到棺材香 大家要留意 守護公義基金 又和612基金是兩壇 大家要有印象的時候 中傑明給梁振英 過去誹謗的時候 就問這個基金 先量度一些 這個基金 都有相當之 斷千萬計的捐款 在裏面 就是保留在這裏 我想整個千萬 那些人收下利息 做行政費 都要排便的 沒錯 就是可能 買一層樓都行 買一層樓收租 做一下投資 買個匯 對 買個匯子 對 買個匯子 放個十字架 在那裏 再收錢 對 還有些弟兄 進來弟兄 做個土匯 對 十七奉獻 十七奉獻 然後呢 台語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了 多多億線 嘔出來 一點點就無虛 拿到你一億 就派幾個菠蘿包 哇 香港精神啊 菠蘿油啊 又余若薇派給你 是不是 菠蘿油 還有個最右手邊 最右手邊那個仆街 譚文豪 他都有份派 搞死了香港的航空業 啊 現在就派些東西 裝了什麼 都不是菠蘿 再一個月 哨牙仔 楊岳橋 這兩條合家富貴 好像那個余若薇的樣子 好像要施捨你那些窮鬼那些 哎 這些我都不吃的 這些粗東西 我吃 我怎麼會吃菠蘿油 我吃法國的芝士 可能要吃紐西蘭的芝士 是不是 芝士沛紅 菠蘿油 哇 怎麼放進口 你吃吧 你們喜歡 你吃吧 你吃多一點 吃多一點 記得給錢 記得入錢 入錢 入錢 最重要的 那張財道 那個財道 生活財道 沒錯 是luxury的生活財道 哎呀 真是拿到那個 真是折舵 看看這幫人 地獄餓鬼一樣 餓鬼道 真是拍照 真的 哎呀 真是慘 還有這幫 年輕人 給你點了台灣 那我看到 其實台灣那方面 都說了 好像說有一百個 已經是頂不住 已經他們自己走了 自己走去哪 自己走去哪 回回來香港 回回來香港 真的 我不是好 回香港就 自首 對 等他預約拘捕 最好是自己自首 其實為什麼 直接去找何韻詩612幫幫忙 就行了 為什麼要這樣走過來 我不太明白 是嗎 我相信他們都知道 何韻詩哪有幫到忙 這些錢進去哪有得出來 不過他們不想割席 不想篤灰 不想指責他 所以不出聲 最多不找他 不找私 不找何韻詩 不找私 因為你可能把何韻詩捕爆的東西 可能怕被人私了 是啊 怕被人說你是鬼 沒錯 真的很慘 他們已經造成了一個 產業鏈的生態圈 好像更恐怖 那些江湖人士 沒錯 你江湖人士 如果是 某社團做的壞事多 你其他人都會群起義工之 他們是不會的 擺明做壞事 不得止 因為有這個 不割席 不篤灰 這樣的承諾 壞事做盡 都沒有人來 唉 真是 我都很難解釋 是不是等於何韻詩 像一個靚昆這樣 大家都耐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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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是一個正義的 甜筒灰 首先的警察 砰 那槍打死了他 我記得是 要死 要再宰在一些 不知名的人的手上 不過現在看到他 何韻詩都相當意氣風發 他就很快 你們就走路要來台灣 有些人就說台灣是不是會收留這些人 還是怎樣 其實很難的 我之前在節目都講過了 可能要 即使移民都要找擔保人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叫做 又沒有難民法的話 這個 這一邊是會嚴正執法的 或者會 用一個極差的待遇對你 讓你知難而退而走 現在這個 我們在網上找了一幅圖 聲稱中華民國法務部所頒布 12月9日 今天出的 鑑於近月 偷渡前來台灣人數急增 法務部決定 將所有非法進入台灣人士 將分批地界出境 返回原居地 而申請為政治難民者 必須審查在原居地 有否犯下刑事罪行 如有者一律不准申請 頭幾句我都很同意 當然 最後所謂說政治難民要審查 這個值得相確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最近期都有說過 難民法 蔡英文都開口 難民法是沒有需要去立的 即使不會讓這幫人 可以借助叫做 申請做難民 來到在台灣有一段時間逗留 因為他申請難民的時候 他都要吃要住 那就沒有立法了 要浪費米飯 立都不要立 立了之後 這幫人還要審查 要照顧你 成為社會的危險 炸彈 去貼蓮龍牆 你又沒有工作 但他還要去貼蓮龍牆 還要去污染環境 唉呀 真是想起都得人害怕 越來越離譜 所以大家都是看 我看到很多人分享 就是說被警察 令到女暴徒大了一套 過了來 有些人開始用來做文宣 這些毫無根據 或者都不知道是不是事實的東西 你究竟能否證實到的東西 都拿來做文宣 已經是這幫暴徒的 或者黃絲的一貫的管制手法 不過也都很可悲 社會都跟著很多人 都沒有理會 不斷分享 真是令人害怕 我們這次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